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先带您来看到疫情的影响 让数位的远距学习成为全球教育发展的重点之一 花莲县府与财团 法人 十字中心和科技公司 攜手推出了花莲特色教育的展示平台 除了线上的学科教学 也期盼将花莲县内特色一文教育成果 透过数位化的方式 让学生和学校留下成长历程 被更多人看见 3 2 1 启动开关 欢迎参赞大一品牌 正式启动上线 那我们今天只要在我们平台上 只要打上DreamSlate 就可以去搜寻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的平台一进来之后 它其实一开始就会有一个 比较强烈的一个动画的特效 那在这里它是结合了我们在地的小朋友的一些 他们的创作元素在这里面 包含乌克利利啊 木工之类的 那下来就有我们的一个广告的轮播部分 然后还有再过来就是我们的个人专辑 也就是说我们的小朋友呢 我们会把他的作品分成七大类型 那当然之后呢 如果有更多个不同类型的作品来讲的话 这边都还是可以去给他做个增加的 由华联县府财团法人 食材际资源产业研究发展中心和韦育有限公司 以科技共好共学理念 携手合作推出华联特色教育线上 艺文展示平台 21日下午举行成果展演即启用 平台将提供师生创作故事专访 艺文作品及线上特展三个主题方向 将学生和学校的艺文作品 以数位的方式进行典藏 每一年教育出品都有办所谓的音乐比赛 舞蹈比赛 这些东西比完了 这些影片的录出 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窗口 可以来做一个分享 还有学校里面有所谓的美术班 还有舞蹈班 那这些作品 你们每一年都会办所谓的特展 那这样特展可能就是办完了 一个平面的文宣去结束 可是他到底后续 要直接让他发酵 到底用什么样的平台 教育出品这个平台 就是最佳的一个平台 希望就是说 真的也感谢 花莲其实是南北辖场 虽然有他的弱势 但是也有他的一个文化的抵御 那这样那个文化抵御 确实就是要科技来做一个翻转 所以这一次算是场观学合作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实证 包含我们讲的十字中心 还有委育 还有就是教育主 来共同来翻转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作品 能够透过所有的数位科技平台 能够做所有的收藏 能够做所有的典藏 还有就是分享 希望未来指日可待 花莲特色教育线上 艺文展示平台 将提供全线国中小的学生艺文创作展示舞台 将作品上传至平台 同时启动花莲青诗生平台 推播给学校其家长 让更多人看见孩子的创作 绘画及音乐舞蹈等 让更多人持续关注学生美学 艺术等发展 进而辅导孩子圆梦 帮助学童在艺术产业的启蒙 接着长方言简单箱报导